大家好,我是小哲哥,昨天是KPL试关的第一天 两场比赛中,最没有看点的比赛成为了最有看点 没错,广州TTG对阵到K甲GOG 对于KPL春季赛亚军的TTG来说,打一个K甲的战队 即便他是KGL的冠军,也应该是非常容易的 你们说呢,这就是最没有看点的地方 可在比赛中,GOG竟让二追三 他得将广州TTG4比2直接抬走 幸好第六局赢了下来 其实如果提前知道,TTG会在第七局巅峰对决倒下 还不如4比2被GOG带走算了 因为巅峰对决相同的阵容,输了更加难堪 双方到了后半段时,就变成了最有看点的对决 看到都是KPL亚军TTG竟被K甲GOG拿捏了 在最后的巅峰对决中,TTG前期确实打出了一些优势 三人抢龙,相同的阵容占了便宜,看似大概率稳了 但TTG中后期却没能把握住 可以说被GOG秀了一脸 双方攻势离即显操作水平 结果TTG迁程被GOG奥韩调打 甚至被其几次战杀 看待观众和解说们,那奥韩到底是GOG在哪挖来的呢 其实他也是黄埔军校出来的 没错,就是KERO的清训队员,卖给了GOG 今年春GOG打败XVG夺冠 奥韩还获得了KGL的FMAP 至于九折卖他会不会后悔,那就没办法了 谁让他们的人才那么多 一队稳定KPL春冠 二队连续拿下微博杯盒破军杯冠军 如果奥韩回来也没有展示的机会 但不得不说,他的身价在击败TG之后将会暴涨 相信KPL各大俱乐部都拿着钱在流口水呢 对此小伙伴们认为,GOG在试外能走多远呢 喜欢视频请给小赵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 每天更新非常感谢